爸爸的理发器到了 来看一下 爸爸还是有点担心自己的手艺 对新买来的理发剪 琢磨了好大一阵 说明书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 准备了很久的宝宝理发 终于要开始了 妈妈很担心宝宝不适应 因此首先选择了 一直以来比较安静的大宝 第一个理 你准备踢啥 你心里有数 大宝真是个淡定的宝宝 虽然有点不适 甚至有点痛 她还是一声不吭 任由爸爸在她头上摆弄 这可逗乐了在一边看热闹的妈妈 我告诉你们我不喜欢这样玩的 大宝淡定地接受了爸爸的折腾 新发型终于出炉了 小宝可就不那么配合了 只要剪子一碰到头发 就开始不停地挣扎 剪刀手爸爸不知如何是好 小宝的理发无法进行下去了 大家只好先等一等 让宝宝稍稍平静一下了 也许会好一点 无奈只好由奶奶抱着试试 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爸爸瞅着机会快速下手 由于小宝的不配合 一家人折腾了三个多小时 兄弟俩的新造型才算完成 不过妈妈一直坚持的冲天炮发型 还是没有剪出来 宝贝 来 奶奶给你照个相 来 长大看看 这是你妈第一次给你剪头 是不是宝贝 好 宝贝 宝贝 这哥呢 他弟弟 这家伙可老了 爬一会儿就别爬 来 这增加墙是不是太白了 有啥衣服 画点融脸 咱俩这屋是有点长空 是啊 现在宝贝正是看四彩的时候了 然后咱家全都是白的 喂 你在干嘛 那你想想吧 想想画啥 画完了显得屋的还能歇悦一些 不要挂 这是个人所导致的